人家YouTuber李柯太太 过去常在跟人YouTube频道分享科学尝试 信铺百万粉丝订阅 她在去年底因贩售网络心理课程引发了争议 虽然李柯太太反复强调 课程并未触及资商活动 但仍被网友骂翻 最终出面道歉并取消授课 YouTube频道也暂停更新 她沉淀了一段时间后 逐渐慢下自己的工作步调 日前在社群平台晒出与阿滴的合照 并分享自己这半年来的心情 表示自己学到了许多东西 也让自己好好的充满电 只见她甜蜜的靠着阿滴 还带着暧昧的语气透露 近期的生活发生了好多有趣的事 之后会向大家一一报告 也许两人的合照看起来非常亲密 让许多网友误会两人在一起了 就连白痴公主也留言表示 她以为是观宣照 迎来不少人打趣回复表示 白痴公主感觉到地位不保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